你也曾经叛逆过吗 每个人的年少阶段常常有段 期间是自我意识较为强烈 喜欢批判人事物 甚至是会做出激烈的行为 面对这些处在叛逆期 十字路口的孩子呢 家长还有老师呢 就需要更有耐心以及爱心 如果呢 愿意走进孩子的内心深处 了解他们的想法 找出适合的沟通方式 谁说问题学生就没有出席呢 一起来跟随记者刘宛俊 李文杰的镜头 来看一个真实故事 今年14岁的紫阳 跟水多同龄孩子一样 正值青春叛逆期 曾让师长伤脑筋 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 他就慢慢慢慢地变了 我怎样知道他变是老师 on and all就收到老师的sms跟我讲 他在学校捣乱 他很会问东西 很多东西要知道 但是他没有耐心 他会很喜欢这样的 一下子想到什么就shut老师这样 没有礼貌啊 面对师长的投诉 母亲束手无策 只好寄望转到吉隆坡 此际国际学校 盼能导正紫阳行为 紫阳第一天来学校的样子 记得很清楚 因为很特别 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是欠他的 他是非常非常的不愿意来学校 不适应的地方 就是这个学校的 有些比较多一些规矩 就好像走路需要 好像到90度然后才转 每换节的时候 可能有一两分钟时间 另外一个老师还没进来 他会带他的那群朋友那一组 去学校油矿 就是会制造混乱 有爱的环境 孩子潜移默化 师长给予的包容与鼓励 成为紫阳蜕变的契机 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赞扬他 我找到最小的亮点把它放亮了 我要开始感觉到终于有人看到 我不为人时常见到的那些地方 敬畏爸爸有告诉过我 就是我可以带动我的朋友一起去玩 那不如带动他们一起努力 一起学习加油 所以我就有想过 然后过后我就觉得 可以尝试了 比较用软心的教育 孩子是会改的 然后需要时间而已 一念心转不仅改掉陋席 紫阳如今更是老师的好帮手 不再让父母担心 以前的自己比较固执 就是只在乎自己的感受 现在改变后就可以比较跟朋友 可以融入比较多的人 耐心陪伴与教育 让迷途孩子找到正确方向 这也印证了 天下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这句尽私语 麦戴李婉逊 李文杰 雪兰鹅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